大家好,欢迎回到微信公众号GS全弹开发实战的课堂 那么今天这几课我们继续在这个问答系统的角处加上做一些工作 那么首先主要有两个内容 第一点是做这个实体,就是实体关系的建模 那么我们这个系统比较简单 那么里面的模型就两个 那么这个待会儿会说到 那么第二个是跟大家介绍一下微信SDK 那么除了这两个内容之外 我们会把前半部分 就是本门课程的前半部分里面的一些代码 迁移到这个新的这个教授架里面 好,那么接下来就进入实体演示的阶段 那我们还是登陆到我们这个 ECS云主机上 然后把我们这个用Google办公的服务启动起来 那么我们怎么这个建模呢 我们需要使用这个 需要打开这个APPmodules下面的文件 那么这里面呢就是一个简单的模型 那么我们这个系统里面有两个模型 那么我们把这个文件保存一份 叫user.js 那么它是一个用户的概念 那么这里面呢我们把一个user 稍等一下 user schema user 那么我们这个user schema的标示了我们就是定义了我们在这个model.dd里面存储用户的那张表里面到底有哪些字段 那我们这个user这个表有哪些字段呢 这个表目前看来的话它是比较简单的 那么它有几个字段一个是叫openid就是微信过来的那个id 然后呢这个我们把它type就是把它type写成stream 然后requered给它一个这个自货串的交验消息 那么 openid是Btm参数 好 那么接下来会有一个createate 它是type等于date 然后requered 然后还有一个字段表示这个用户一共提过多少问 那么我们就用conversation count type number 那么这个不是一个必须的字段 那么它的默认值是0 好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user字段 那么它一共有三个字段 一个是openid 一个是创建时间 还有一个是tai 它的体论次数 那么接下来是再创建一张表 models 然后conversation 我们把这个copy过来 然后我们那个conversation这张表表示的就是问答这个过程 那么它有哪些字段呢 首先它有一个user 那么这个东西它等于一个什么值呢 它是它的类型是一个type object id 它是一个引用类型的 就是说这个如果熟悉mycycle的同学 应该知道这个字段应该是一个外键 那么就是说它是就标识这个绘画是哪个user发起的 那么它引用的是这个user表里面的某一条记录的一个id 然后 这个是一个sof-tri 这个是一个sof-tri 那么user也是 好 那么question 那么answer 就是它的答案 那么它应该也是一个足串 然后呢 这个它不是一个b填的 默认之是空 就是有时候用户问的问题比较奇怪 那么我们在百度上是不一定找到答案的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这个answer它就是一个空的 然后呢 跟user一样 它应该也有一个created add 这样一个创建时间这样一个b填字段 这样方便我们对这个用户的绘画做这种排序 好 这个article这个字段呢 就article这张表呢 那么基本上是没有用的 那么我们可以不用去管它 好 那么关于建模的 就是 我们这个问答系统里面所用到的两张表 一张是用户表 一张是这个绘画表 那么绘画表里面 用户表里面就只有用户的id和它绘画的次数 就问答的次数 那么后话表里面有每一次这个有它属于哪个用户 然后问题以及答案是什么 那么接下来是在我们这个问答系统的交手架里面 集成一下这个一个wechat的sdt 那么在做这个事情之前呢 我们先对这个应用的controller做一下 哦 没有去 controller做一下 就是把我们之前那个 就前半课程前半部分里面那个部分代码把它迁移过来 那么我们先几个controller叫wechat.js 那么我们先几个controller叫wechat.js 好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是按照课程的要点规划 我们会引入一个微信的sdkey 那么这个sdkey 怎么引入呢 那么我们会把原来这个 这里面的两个路由 就是跟用户绘画的两个路由 把它重命名一下 叫wechat.js 然后呢 他们都使用同一个方法叫handlewechatrequest 那我们使用的这个微信的sdkey呢 它叫做 它就叫做wechat 然后它是给微信公众平台自动回复消息 这个接口的服务的中间键 然后它是就是基于express的 当然它也有coa的版本 那么使用方法比较简单 那么我们直接就 npm install wechat npm install wechat 大家一定要记得加-s 就是把它保存下来 好 那么可以看到我们那个gove进程的启动里面 报了错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需要参照这个wechat的这个官方的这个包 声明一个中间键处理的一个就是一个处理请求的一个中间键 我们先把配置 copy过来 那我们的配置就需要token和app id 这两个字段 好 那么我们这个中间键处理函数呢 我们就等于wechat 然后config 然后是function config next 那么这里面呢 按照它的官方的文章 按照它的官方的文章 那么我们可以 这个所有微信输入的消息都在微信上 那么query stream里面传的参数还在require.query上面 那我们可以把这个打出来 然后呢我们可以直接叫rease.reply 那么这是这个wechat的sdp 给我们提供的一些便利 那我们直接输出hello 好 那么在上面我们还需要 我们把这儿全部改成yes6的模式 config 然后把这个wechat require进来 然后看一下我们的 我们的这个服务又正常启动了 那么接下来呢 那我们为了测试这个配置的正确性 我们需要在这儿来 就是在我们的这个测试号里面 把它配置成wechatconversation 然后可以看到它配置成功了 好 那么这个就是关于我们这个sdk的引入 那么关于这个sdk本身的这个文档的 它其实支持比较多的这个 有时候是回复消息 这个回复 文等消息 那么直接reply一个字符串 然后reply text等于 type等于text content等于一个字符串 那么可以回复图片 然后可以回复这个语音 视频音乐 甚至图文 那么还可以回复其他的设备消息 但是它还有一些更强大的功能 这个我们会在后面的课程里面做详细的介绍 那么我们把这个跟wechat交互的这个APM呢 已经迁移过来了 那我们需要做一次提交 那我们把所有的内容都提交一下 那我们把所有的内容都提交一下 好 那我们还需要做的迁移是这个wechat hello 这样一个页面 那么在我们这个老的这个代码里面 那我们直接把这个逻辑copy过来 然后呢 这里面会用到gssdt 那我们把gssdt也copy过来 好 然后来看一下 我们的服务器端应该是报错了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需要把这个gssdk这个代码 也copy过来 我们需要创建一个applibs这个目录 然后copy gsvchat下面的libs 然后applibs 然后applibs 那么copy过来之后呢 可以看到 目前还是有报错 那么是因为是缺少一个模块 那么我们需要 npmins.request-s 然后把它安装进来 好 我们充起一下服务 目前服务启动正常 那么接下来我们还需要 因为这个hello里面 这个views viewsindex里面 它是启动了一些这个 就是引用了一些gs 那么它的layout也是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就需要做一些修改 那我们copy views layout layout 然后app views layout 然后copy indexed 把他也copy过来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 然后还有这个 style sheets下面的 新件 css 那我们把它copy到这个publiccss 下面 然后copy 我们还有gs文件 然后public.js 然后public.js 那么接下来我们需要改一下引用的路径 在这里面 这个文件 这个文件的加载路径呢 发生了一些变化 那我们需要看一下我们原来的这个 APG的GIS 里面这个static 组件 那我们需要把我们自己的这个static 来更新一下 我们所有的前准是wechat static 好 好 那么 接下来我们需要改一下我们 就是对我们自己的APP views layout 做一些调整 那么这里面引用的是 css 那么 app views index 那么这儿引用的呢 是 gens目录 好 那么我们对这个 整体的迁移 完成 那么接下来我们 访问一下 访问一下我们这个地址 就是wechat hello 确保我们迁移的是正确的 那么可以看到呢 我们这个页面 它的加载是符合预期的 好 那么这节课的内容就是 关于这个温达系统 脚主加实体建模 以及微信sdk的引入呢 就在这里 那么下节课再见 说今天 回 就是 好